全場起立 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默安一分钟 这场因为前总统李登辉 逝世两周年 特别举办的台日关系论坛 原本邀请安倍晋三演说 却因为不幸遇刺 无法如愿 台日友好在今天不是口号 更是牢固的事实 我认为日本人在我父亲身上 看到了自己 这是台日关系除了历史渊源 与经贸之外 另一个两国之间的重要羁绊 前总统李登辉 与前首相安倍晋三 生前都致力于深化台日关系 包括总统蔡英文 台湾智库共同创办人林佳龙 以及日台交流协会代表 全玉泰都亲自出席 蔡英文也喊话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加入CPTPP 台湾和日本 我们在产业价值链上的角色 是伙伴 而不是竞争者 所以我们继续深化 未来的经贸合作 相信可以让台湾和日本 共同在国际分工上 取得优势 日本内阁会议敲定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与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 及日本有事相互呼应 随着中国对印太安全的威胁增加 美国日本台湾应该在区域安全防御上 有更多的合作 全玉泰至此时则表示 他深信安倍在建立CPTPP时 并将未来台湾加入的可能性考量在内 并强调加入CPTPP 是台湾要维持现状 确保生存地位重要一环 他也会尽一切所能协助台湾加入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郝正永如台湾台北报道